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选人 她的闺蜜坐不住了 女孩忍不住抱怨道 姐 不是说好了让我当CFO吗 为了这一天 我拼命加班 赶出了上千条的分析报告 同时都叫我千条妹了 我忍了 可现在是几个意思啊 耍我呢 面对千条妹的抱怨 金姐解释道 妹妹啊 姐 我现在有钱了 你还费那劲干啥呀 咱们环游世界 去外国找小哥哥不好吗 没想到千条妹反而恼羞成怒 什么小哥哥臭弟弟的 当CFO才是我的梦想 你就是妒忌我比你年轻 比你聪明 害怕我有一天会超过你 对吧 老女人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友谊的小船瞬间轻浮 挨了一拳的千条妹直接开丝 那个老女人脸是整的 胸是龙的 我现在就把你那些没劈过的子拍都发到朋友圈 金姐闻听此言也动了火 一来二去的推丧中 千条妹脑袋磕到了锋利的奖杯上 没抽出两下 居然就这么死了 望着满地的鲜血 金姐慌了 意外致人死亡 不但会毁了名声 还要坐牢啊 想到这儿 他赶紧支开下属 将千条妹的尸体放在了座椅上 运进了电梯 女人想得挺美 她要制造小美出车祸死亡的假象 刚想到这儿 剧烈的震动和黑暗同时到来 狭小的电梯经理 金姐被撞到天旋地转 不会这么巧吧 居然地震了 这下玩犊子了 金姐发现不光自己出不去了 身旁还有一具尸体 报警开关就在手边 女人却不敢按下 那肯定是自投罗网了 想要活命 只能靠自己 金姐站在座椅上 撬开了电梯顶部的挡板 可刚要爬出去的一瞬间 椅子忽然转动 金姐脚下踏空 顿时摔倒在地 浑死了过去 再睁开眼 金姐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本该凉透的千条妹竟然睁开了双眼 这不是死不瞑目吗 点光石火间 女孩忽然炸尸 张开了嘴巴 金姐还没缓过神 就感到鱼震起来 电梯失控下坠 停在了更深的黑暗处 此时 网坡里传来消防员的询问 喂 电梯里有人被困吗 有人吗 不敢出声的金姐伸手刚要挂断通话 千条妹的尸体却骇然出现在门旁 两只死于眼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那声凄厉的惨叫 暴露了金姐的位置 消防员听到有人呼叫 赶紧说道 冷静点 我们马上就下来救你 和眼前这种情景 金姐是没法冷静了 她疯了死的破口大骂 我才是年度女强人 我才是永远的赢家 你这个垃圾 你已经死了 你永远别想超过我 就在这时 扎死千条妹的奖杯突然腾空而起 破碎的头骨中伸出了一只鬼手 狠狠掐出了金姐的喉咙 女人死命地挣脱束缚后 再定睛一看 怪了 尸体根本毫无异样 难以忍受幻觉折磨的金姐 决定不等消防队 自己逃生 巧的是 他扒开门缝张望 发现正好有个逃生出口 可就在女人觉得自己即将逃脱的时候 一双惨白的手从身后死死地拽住了她的头发 等消防员感到 她们怎么也想不通眼前的这两个女人 怎么会死得如此凄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什么功名利禄 有的时候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小霞也一样 不要那些浮云 我们只要您的关注